好,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分散,不要分散 上次说过的问题 盲渣的时候不要分散 上次说过的问题,OK吗? OK,现在不是听不听 现在就是盲渣,你不要分散这个问题 你不分散就是能分散 OKOK,那就这样 得飞得飞 但是复盘来说 现在我复盘就是从结果论来说 我觉得飞上面比下面好 找我找我找我 因为为什么,我们上面是可以站的 下面你是没有地方打状态 我上面是可以无敌打出来,没有人能管我 我蹲下我就能打出来 15秒进圈了 而且是没有人能管我 就我们把那个人一抓 他就,他死了之后我们就踩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再想办法往哪边,往哪边拱 哪边是少人的,就往哪边拱 OK吗? 现在复盘的结果论来说是这样的 等一下,我给你看我的视角 我现在看到左边是三个人 我知道别人想的 左边就一个人,他们是三个人 有人要站一个右边空一个 我飞在那边站一个 我知道你想的,我知道你的意思别人 就是 我知道你也是把那个人打 我学校是那个位置不好 也还行啊,如果 为什么不好啊 因为我们三个人状态都是满的 我们过去之后 只是 只是我觉得就算是对的 我们还是要听,就可以了 我是这样觉得 我现在就跟你扑盘,飞左边飞右边的 结果是怎么看 就从结果论来说 我的视角的结果论,我的想法也没问题 是没问题啊 因为都是三抓一,都是三抓一也是能打状态 而且你之前说了飞左边 我之前说,因为我没看到那个人 我说飞左边 我说飞左边 因为我看到 我右边这个石头上一队 我以为这个石头上的是 左边那一队的 狗狗那一队的 但是石头上的是防驱的好像是 我现在看一下,围放是防驱的 是防驱的,我确定是防驱的 石头人是防驱的 对,石头人是防驱的 左边是三个人 然后我从结果论来说啊 你先不说当时是左边吧 结果论来说 飞左边那个戏是抓不死的 那个戏是抓不死的 他能回去 我给你看我的视角 他怎么死不了,哥们 我给你看我的视角 你弄到嘴里,他最会帮他架 他回去 你先看我的视角,你们说 我看了一项,我现在 我上地视角,我是上地视角 我看了一项,我天上看的 我飞着冰激光,我看了看清楚 我看了六个人 你看这位置,他为什么死不了 我告诉我 他能直接找回去找自由 你看我不要点位置 你看 你先看图 发哪了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死了 对啊,他躲着速度后面,他就死不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他是不是就死了 他就走的呀 凭什么能走 你告诉我 他队友会发到架呀 他队友不是打地呀 但他是三角站位啊 一个在最后面,顶多两个人,我们还是三打啊 我会让我们来 你帮啊 我